好 这一小节我们讲一下乔建模式 概念上呢 就是它是把抽象化和实现化进行结偶 让两者呢出现一个独立的变化 从而查其实都是这么一句话 或者说比这个稍微多一点 但是它表示的也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正如这里面两个字 就是比较抽象 你可能看完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点味都没有 那我们这儿呢 通过一个场景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虽然说不是什么经典应用 因为这个在GS中暂时没找到经典应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模式啊 在一些业务中应该用的还是比较会常用的 我们演示完大家就能知道 比如说我们要画四个图形 一个黄色圆 一个红色圆 一个黄色三角 一个红色三角 我们可以用一种实现方式 就是我们先定一个画图 画图里面呢有圆形 圆形下面有黄色红色 然后三角形黄色红色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用代码实现 大家这个图看明白了吧 代码实现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类似于我们定一个class 然后呢 yellow circle red circle 然后yellow triangle red triangle 跟上面这个图差不多一样 就是我们把画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画四个的这个方法呢 全部都给它拆分开了 然后拆分开之后 这样就使用 这样拆分开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就相当于我们 根据我们一开始的介绍 叫实现画和抽象画进行分离的话 相当于我们把这个 整个画圆形和画三角形的事情 还有和添加颜色的这个事情 给它混一块那按照全家模式呢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给它分离开的 就这样画图呢它就是画图 填充颜色就是填充颜色 最后我们一结合形成一个什么 形成一个有颜色的图形 这其实就是讲的一个叫实现和抽象的分离 但是这种场景呢 我们在能找到日常的使用的框架中 或者说类中 或者说类裤中 并没有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这种场景在一些业务中 可能会实现的比较多 因为它你看它这种方式 应该是比较适合一些组合性比较大 或者说比较复杂的一些业务的 但是我们这儿确实是没法再去找一个业务 把一个全面的项目再去演示一遍 为了这个设计模式 所以说我们只能是拿这个例子呢 让大家去看 然后如果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Color定一个类 然后Shape定一个类 这样的话Color就只保留这个颜色的值 然后Shape呢 我们有名字 还有把这个Color的这个实例给它放到这儿来 我们画完这个圆 或者画完这个三角形之后 给它通过这个Color这个东西来着色 就不但是那个直接去 把那四个方法全部给它摆开了 如果按照上面这种形式 把四个方法全部摆开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的扩展性就会非常糟糕 因为这儿是画四个 那万一那儿画第五个呢 画第六个呢 对吧 万一再添加第三个颜色呢 添加个蓝色怎么办 添加个绿色怎么办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代码就改的乱七八糟的 就可以改的很多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来实现 它添加的图形在这边 添加颜色在这边 它两个是分开的 而且两个分开之后呢 还能自由组合起来 这样的复杂性就会少很多 就是我们这样写 这个代码我就不再演示了 这个代码超级简单 就是说你能理解那两个图 然后你再看看代码就明白了 而且这个代码超级简单 没有什么难的 我们在演示 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所以说大家如果感觉很简单呢 你就全当了解一下这个设计模式 如果是你感觉不是很简单呢 我觉得你应该去照着这个PPT 把这个代码都给写一遍 这样就多加练习 但是这个代码确实是很简单的 我们就不再去进行演示了 那我们最后做个设计员的验证吧 就是这个 它出降和时间的分离 怎么分离 我们刚才也说了 是分离和节奥 它肯定是符合这个开放分离原则 天下图形和天下颜色 那是分开的 分开之后就相互不干扰 相互不干扰 它两个去组合起来呢 就会开放性更大一些 OK总结 概念用意就是抽象和时间的分离 这个并不是太好 用生活化的例子啊 或者说一些常规的语言去解释 真的不好解释 然后实现方式呢 实现方式就是 大家就可以类比 我们刚才把那个shape和color分开实现 JS用场景 这个暂时没有找到 如果是我们后期 有了新的场景进来 就是有了一些 前段更新很快嘛 有了新的场景进来之后 如果是符合这个 或者和这个相关的话 我们绝对会 第一时间把它更新到视频中 然后已经购买视频的同学呢 那你就可以免费的去观看 就这个教程 我们会随着这个时间 前段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变化 我们会去实时的更新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